好 持续来关心的消息 这回是国防部在昨天公布了全民国防应免首次 不过其中出现了教导识别敌军 共军服饰的这个插图 然而呢 是有脸书军事粉砖就指出 插图当中的共军迷彩样式居然全部错了耶 脸书粉砖 IDF经过号发文解释 共军三军跟大陆武警去年早就已经完成换装 而21世作训服的特点 是不以迷彩区分军种颜色 如果是国防手册要教导敌我识别 应该以换装之后的驯服为这是绘图的范例 本砖也表示说正确的样式 其实呢 可以在大陆国防部的官网当中 都可以找得到 痛批有范例给你抄 你还能抄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的确呢 这头一招是我方112年来 白头遭由政府发放战争手册 教的是全民百姓战时如何逃命 那时先看了手册 战争如果遇到了停水 居然是教大家扫描自来水公司的QR Code 逃命的备品还惊见太阳能光板 专家炮红简直是荒腔走板 政府主动发了这个战争的手册 难道是告诉大家要打仗了吗 国防部公布战争时全民国防手册 两大主题一共48页 告诉百姓面对战争该怎么活下去 这是我国有史以来首度发战争手册 到底为什么 为了怕战争时会停水 手册竟然教百姓 请扫描自来水厂官方QR Code 自己上网查哪里有水可用 网友傻眼问 当风火连天网路断了 还要扫什么Code 国防部这么一说 专家崩溃痛骂 你难道在做梦 一旦战争人只要三天不喝水 就会痛苦惨死 专家说政府的准备根本不够 所以这个水的问题 不是你公布几个取水战的问题 我们就拿台北市来讲好了 两百多万人口 你起码供给一万人的饮水 你至少要一两百口深水井 政府真的要做好战争的准备了 更夸张的是 手册里的逃生必备用品中 要民众带手摇发电机 或太阳能光板 各界一听大傻眼 头好痛啊 我倒要问他 你要带多大面积的光板 你扛得动嘛 请国防部示范一下 一个人要背多大一块面积的 在什么地方去晒太阳 不止如此 战争手册还花了整整一大页面 教你如何辨识共军 但却没教我们如何辨识 美军或日军 是不是代表美日根本不会出兵 更预料到共军会登陆 直接杀到你家门口 各界纳门 蔡政府为何拼命 要百姓准备迎向战争 政府为和平到底付出了什么 你为什么不开放 让大陆观光客到台湾来 你为什么不做这些事情 就是说你为战争 做这么多的准备 请问你为和平贡献了什么 乌克兰战争都准备了八年 还打成这个鬼样子 你看看那个断臂残垣 撕横遍野 最重要的是 如何不要让战争发生 中华民国 一百一十二年来 头一遭 蔡政府对民众发战争手册 全民想问民进党执政下 把百姓推向战场 到底为什么 又凭什么 记者林郑坚 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 没错 把百姓推向战场 请问你为什么 凭什么 我们的政府为了和平 到底贡献了什么 到底做了什么 防止战争 另外国防部 其实这回刚提到 公布最新版本的 全民的国防应变手册 提供民众凭战时 面临严峻情况 紧急的应变资讯 对于手册的内容 潜力为郭正亮 吐槽 实在是太荒唐 而且指出 这应该是美国认为 台湾的战备 动员准备太不够 所以国防部 要做个样子 给美国人来看看 里面要有什么 里面要有你的水 还有罐头 要放在包包里面 还有保卵用品 睡袋 什么的 户口名簿 什么健保卡 银本 银本 对 户口名簿 因为怕你比如说 死在路边 查不到身份 所以要有银本 对 除棉手套 扫子 还有开灌器 小刀 这个都要放在一个包包里面 就像地震包 有点像地震包 就是你要 谁手拿了就走 就是太荒唐 我觉得这个 应该是 美国认为我们做的动员 做的太不足了 所以我们要做点样子 给他看 这个是做给美国人看的 比如说那个校园 高中生就要编名册 事实上比如说 今天也传出那个 美国有个网路媒体 叫Messenger 登出那个撤侨的计划 那Kirby立刻否认 可是人家讲的跟真的一样 那显然Kirby是故意去误解 还没有发动撤侨 可是撤侨计划一定有 美国在台湾那么多人 怎么可能没有撤侨计划 那这个就是 美国说你该有的计划 你要弄 所以这是谁给美国人看的 不 因为我们都没有 类似的计划 比如说我去问柯文哲 柯文哲他就说 台北市要规定 那个紧急用水 你知道台北市 哪里有紧急水井吗 你知道吗 水井 哪些位置 好像就在我们湿原路那边 有很多地方 有很多地方 那你就要标示啊 就美国就来看嘛 现在街上有越来越多 你以前没见过的 平头美国人 他就来看说 你防空洞在哪里 标示什么 那个紧急应变的水井在哪里 那我们好像去年吧 我们国防部有 公布一个网路上可以查得到 APP可以查到 你家附近的防空洞 对 我知道 有一个防空洞 很多大楼地下室都算嘛 对嘛 我的意思说美国人就是要看这个 所以你到底有没有准备作战 不是备战吗 备战才能避战啊 那个孙小雅讲的话 民进党必然回应 所以孙小雅讲说要避战啦 要避战 那蔡英文就说我们备战 备战就是避战 对对对 所以人家就要说那你备战在哪里 你给我看啦 对 所以你才会陆续看到一些东西嘛 甚至还包括要管制媒体啊 不是吗 对啊 什么全动法 全民动员法 那后来大家惊慌失色说你这个就是 在平时就要管制媒体嘛 后来他又缩手嘛 对 可是赖清德如果顺利当选 明年一定又再来的啦 好 希望和平 大家一起要为和平做出努力 不是为这次推向战争而做出努力 另外呢 来关心是有陆籍游客 开千万帆船环球旅行 不过停到澎湖的时候 因为没有入台阵 所以滞留在船上 但没有想到居然有问海巡副所长 不但离谱放任游客非法爽玩澎湖四天 还嘲笑海关跟移民署上班是懒惰 不过现在夸张的言论全部被陆籍游客 录下来颇望 画面不光 这位海巡副所长立刻遭到了罚关重诚 上岗的部署长 上岗的部署长 就是这边港的 上岗部署长 我跟你讲 因为你们的公文啊 你们的公文是 航杠局 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单位 他同意你们进港 这是OK的 但是呢 他在这份公文下面 他有提到说 假如要从事其他行为的话 要由其他的主管机关去做同意 什么叫做其他的行为 比如说上岗的话 要由移民署他们去同意 那只要有一些 有购买东西的话 要由海关那边去同意 对那 以我的角色啦 以我的角色 我知道你们今天上午要跑掉了 以我的角色 我来点名售你们要到 就这样 好 你们自己跑掉 能被抓到 你们要自己负责 好 我一定会说 就会有去管治你们 是你们自己跑掉的 对对对 跟你没关系 你要这个责任要先 划分 先划分啦 我以为您有麻烦 我只要跟你讲 假如你们真的要 自己小心一点 不要被抓到 或说假如要去买东西 当然我知道说 你们船上可能也需要买东西 去买一买就回来了 不要在那边躲掉 因为假如被其他的单位看到你们 又很麻烦 明白 明白 就是我们就互相啦 互相 好 谢谢谢谢 这样不是吃饭嘛 今天不好吃了 没时间啦 根本没时间吃啦 我看 我都经过这边看 人在那边吃东西 在吃东西喝酒 感觉 哦 他做了吗 我觉得以后就要退伍 退伍我要这样子 对 你现在还属于没退伍是吧 还没退伍啊 三几年 十年了 现在今年是第十年 哦 今年退伍啊 没有没有没有 总共要当 要当二十年 二十年 哎 第一 就当二十年退了之后 他每个月会给你一笔钱 就有钱可以比 啊 就退休了 对 就算退休了 好 加油 还有十年 加油 退休以后跟我去航海 航海 你要付薪水给我吗 没问题啊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 那就这样 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这个人要掉到海机会 掉到海机会 对啊 对大陆 对大陆友好啊 对 但你看那个陆克 很友善介大师 不会给您添麻烦啊 对 这个他只要交代了 那个这个大陆人 说好 好 不会给您添麻烦 然后就这样爽完四天 对啊 所以解放军上来的时候 也是跟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国军说 好 不会给您添麻烦 这会出关密码吗 这个这个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啊 对 对 对 不过海巡署这个情况 管碧琳应该要下台了 对 这个开玩笑嘛 对 你这个基本上 你是负责这个海上的 这个整个的入境的啊 这完全没有训练嘛 完全没有训练 对啊 你那个做官上面的官 就会训一下下面的 所以不太懂 他到底在怒些什么 他自己要负责任啊 对 他要负责啊 他怒说让建大使 找到这个梗来骂他 不过太离谱了 对 这太离谱了 就变成就是说 这个到底是一个 系统性的问题 还是个人性的问题 好的确 来关心的是 这回的新版的 全民国防应变手册 我方首度的公布 新增敌我识别的资讯 教导民众 辨别解放军 跟我军的服装区别 年轻人对这样的情形 怎么说呢 有人说 真的开战 就直接落跑 根本分辨不出来 等你分辨出来 小命就不保了 带你来看 国防部公布最新版的 全民国防应变手册 教导民众战争时该如何应变 新增敌我辨别资讯 提供解放军与国军 军服等资讯 让民众能对比参照 我读书都记不好了 记这个好像 好像也记不起来 如果我记不太得 我还要把首饰拿出来 来不及分辨 你就已经被强强走了 眼睛等你看得到 他走得到你分辨出来的距离的时候 你已经被他打死了 暂时没在分辨的啦 完全分辨不出来 就先逃吧 再说先逃再说 你们会分辨一下吗 我觉得算了先逃再说 正常如果说我也会想跑 但是重点是你要跑得掉 怎么识别 你要怎么识别 加油 我不知道什么识别 识别有什么用 我还拿个望远镜 这个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乔装成 那个台湾人的解放军 不会吧 你怎么有这么闲时间去干这个啊 无聊喔 而且你都把这个资讯做出来 他们也可以去模仿我们的军装做啊 你到底要这样做什么意义 解放军怎么会笨到说 我们要穿我们正式的军装 我们要去这样子攻打台湾人 对不对 他都有一个范例让你抄了 对不对 他不抄就是白痴嘛 对不对 如果打仗的时候 根本就看不清楚对方穿什么样子吗 看完就不在了 就直接先被击倒了 真的觉得不太实用 因为包括我自己当过兵 看到这些服装 我都不一定会认得了 不会去下载 因为很浪费空间 而且也打不来啊 什么意思都打不来 就是中国不会打来 放心啦 不会打来 为什么 因为有台积电啊 现在人你就算下载他也不会去看啊 如果不去看的话我下载都会干嘛 应该是也不太会看啊 对啊 因为平常也用不到啊 现在没有那么多人有时间去看这种东西吧 应该是学校国防课才会 军训课国防课就应该上了 对啊 现在突然做这个突然有点躲雨 年轻人表示开战的时候 第一个时间就是要跑 谁还会分辨敌军我军